我不懂我生不生孩子这件事情 对你们的人生 有什么关系啊 就我爱生不生 你们要是你们自己生啊 以后老的生小孩 他的小狗会照顾他 这个就是中我的笑点 哦 sorry 他结扎了 所以他也不会生小狗了 I'm sorry 45岁陈乔恩 2019年因恋众 女儿们的恋爱 与小九岁的马来西亚 富尔代安恩结缘 节目配对成功后更大方认爱 2022年选择在台北登记结婚 今年9月底在马来西亚 举办世纪婚礼 这天也是两人交往5周年 谢谢你 让我做我自己 谢谢你操作让我感觉到 这个世界很好 而我也很好 你是最好的老婆 谢谢你爱我 而刚办完婚礼的陈乔恩 就被许多网友催生问 有想要生小孩吗 他在IG限动霸气回应 你喜欢你就去生 不喜欢就不生 然后至于要不要生小孩这个问题 其实我已经回应过很多次了 不想看到人他也是视而不见 他就一直都逼问你说 什么时候要生小孩 什么时候要生小孩 我就说那要生你就自己去生 管我什么时候要生小孩 然后这样也不行 这样也要被骂 他近日直播提到 网友各种留言 他就是一个老母鸡 生不出蛋吧 所以我就激怒他了 然后就开始疯狂的 就是留言下面骂我 他想说好呀好呀 他就是把他的狗照顾得这么好 希望他的狗以后老了生小孩 他的小狗会照顾他 这个就是中我的笑点 我是觉得你可能不太了解狗 这种生物 因为狗其实可能等不到我老 就是可能活不到我老了 因为他们的寿命 其实没有像人类那么长 我的狗生的小狗要来养我 oh sorry 他结扎了 所以他也不会生小狗了 I'm sorry 他的小狗养不了我哟 不解为何不生孩子 会激怒到别人 疑惑问 一个婚姻长不长久 是用孩子来证明的吗 就我不太理解 然后还有人说 哦你看他不生孩子 他以后一定会离婚的 他们是不长久的 然后我心里就想说 可是一个婚姻长不长久 是用孩子来证明的吗 就是如果你生10个 你的婚姻会很长久 就是我不懂 生不生孩子这件事情 到底对社会影响很大吗 陈乔恩也提到养儿防老的观念 认为靠自己还是最重要的 养儿防老确实是 中国人的一个观念 但是每个人的个人意愿 那可能先因为我是公众人物嘛 所以大家对于 可能我没有按照 某些世俗上面的路去走 或者是可能我比较直接 在做自己的时候 就是会不高兴的 不高兴的话 就会开始有一些 对我比较激烈的言论出来 担心我不生小孩老了 没人照顾这件事情 就很妙耶 你不觉得很妙吗 就是你要不要照顾好你自己啊 就是你管我没人照顾吧 那我比你好吧 13日陈乔恩也与老公阿伦 一同参加肖敬腾婚礼 与好友明道一起受访时 才刚办完婚礼的他 大去自嘲 以为要参加自己在台北场的婚宴 我也是刚办完自己的婚礼嘛 婚礼完之后的第一个婚礼 然后又可以刚好来 又再一次喜气 然后就开玩笑 明道看到我就说 这是你的台北场吗 然后就说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开玩笑的 被问到有无计划生小孩 陈乔恩露出甜蜜的微笑 灰灰守笑而不达 那要生你就自己去生啊